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网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房市翻转 今天我们带你看看桃园 桃园市区 现在居然出现了零成交 那更不要讲说 是重画区在青浦这一带 卖压更是大了 调出资料一看 到晚上 居然都按摸摸 你就会知道说原来 它的新城屋的空屋率 超过了一半 网友套牢在这个地方 就要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专家 他怎么办才好 那我们就讲说 现在的房市不就是 你不这样价 我就不买 一切免谈吗 大家迟迟却等不到 建商的有感降价 为什么 今天我们找到答案了 原来有人在撑盘 谁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到的 这个最新的趋势就是 台乌港卖 你台湾人买不起 我就卖给香港人 这是什么样的趋势 今天我们要看进去 除此之外呢 是会来到现场 要来告诉大家 最常看到的建商 推乌的五大广告噱头 但你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美美咖咖咖建商卖房子 人家他到底在想什么 来 这个小时 六位 五七房市整疗团的财经房产专家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一开始呢 我要请蔡总 赶快 赶快到我们来看到这个 所以 卖压热区之一的桃园 别说起哭啦 亲谱更是严重 现在怎么办 网友套牢在这边 发挤人了啦 有一句话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 对 现在皇室呢 转能的时候呢 过去火红 暴涨的重化区 现在也打回 言行 是 金像你猜一猜 今年以来 全台湾哪一个重化区 房价跌幅最大 重化区最大的 我们讲过 新庄复都新那个地方 然后淡水也很大 卖压也很大 零三淡嘛 答案揭晓 桃园青浦 在桃园啊 桃园青浦 今年的房价跌幅高达14% 跌幅14%是什么 全台最大 那为什么 因为过去你啊 涨幅太大 而且有一个 很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空污率太多 空污率太多 我们讲到了重化区 推务量大 然后晚上点灯率低 到底空污量大到一个什么程度 根据这个 景文大学的张教授 最近在天下杂志 做了一个统计 我们来看一下 清浦特区 新屋空置力 就是屋领带五年以内 高达56.4% 好 我现在把中国再加进来 也依然高达41.8% 这是什么概念 一般的房子都没人住 这个大家有闻到一股味道哦 家庭就是要让人住 这家已经买房子了 还是买没房子的 一般没人住 这是什么概念 今天买房子的人不住这里啊 所以后这个空污率太高的话 形成什么呀 筹码的不安定 你有风吹草动 类似今年跌14%的时候 这些人就是怎么样 怎么没人住啊 对嘛 怎么没人住 会形成什么呀 多杀多的一个局面 像你看这过去非常知名的案件 像户夷啊 这个东方月 东京线上跌幅都高达一层 其实你看他的外观都相当不错 对不对 那过去是不是啊 涨太多回党 我们现在来谈一个 总有人套牢对不对 这个网友还很好玩 亲谱被套的进来 立刻引来热烈的环境 大家我也要打 我也要打都来啊 过来 队伍里面好多人打右啊 那就对了 他说他买了太子户二旗 当时建商说可以带九成 建商要扣你来 要都要条件都说得很好 再好的条件都说得出口 九成嘛 我改支配款一成啊 对 但是银行今天啊 来说我要看你的资产 镜像你敢在那里 你假如要带到九成的话 你要提供八百万的资产证明 后成你只能最多带到七成 对啊 不然我怎么知道 差多少 差两成哦 对 你还款能力还不还得起啊 那这个网友说 我根本拿不出八百万的资产证明 哇 那怎么办呢 他买多少钱啊 所以现在啊 他老实讲 他当时买了两千多万啊 现在一看啊 到那个数字网站一看 怎么样啊 现在挂出来的区域的这个价格 一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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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均匀了啦 好 现在他两个选择 嗯 第一个选择 呃 认赔杀出 哇 我认赔杀出 我我我付给他的定金 我就肉包子打狗了呢 认赔杀出你房价你可能啊 要卖一千多你可能要赔 要不然你直接呢 给建商的这个三百万呢 也全部都被没收 这两个都是赔 但是现在就要衡量的 赔的哪一种情况呢 他比较能承受得住 哎呦 这个就套牢者的下场了 所以横竖一刀啊 今天我如果硬要背的话 哇 砍掉两成 房贷就给你七成 九成变七成 我哪里去筹多出来的四百万 没有 我硬要背的话 那怎么办 我眼睁睁看着他一直掉下去 我要解约三百万 我就肉包子打狗 怎么办 人没包 带没路 油完是那句话啊 四位 给点意见来 以前大家讲说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价格的问题 对 可是在这个年代 有卖不掉的房子 就是这一些房子 因为台湾太多房子 是卖不掉了 青朴是连我们黑心的老帅 都不敢去的地方 他用尽招式都不敢去青朴 那你还敢去吗 当然我就觉得 你这样投资一定有风险 你自己要去自单那个承诺 可是呢 亲补的业务都跟你讲啊 等凹雷来就好啦 等集結通车就好啦 等正闻站下台就好啦 对不对 我们昨天讲过 这些等的东西 其实都等不到 所以我建议你 联合这个案子 你所认识 所有的购买者 去接待中心 撒民旨抗议 这是你可以做到的权益 但是呢 你可能真的要吃下 这个三百多万的赔钱了 你这个其实是非理性 你撒民旨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不鼓励这个行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唯一的辦法是因為 依照合約你必須賠15% 你賠定了 你要想你要賠一千多萬 是等房子蓋好之後再多三四年之後 最後賣掉呢 這是一千多萬的 賠一千萬 跟你直接斷頭殺出15% 大概是三百萬嘛 所以你當然選的三百萬比較少啊 所以現在搞到後來簡化成橫竖一刀 要賠三百萬還是賠一千多萬 社長 情況有這麼慘嗎 這個啊 所謂高鐵青浦 很多知名建商 都是投資客 我跟你講 這個投資客比例高到五六成啊 對不對 後來同環呢 把高鐵青浦化為所謂的警示區嘛 其實就是貸款出降下來 對不對 那建商很顯 因為財務槓桿用很大嘛 對不對 預售那財務槓桿更好 金錢開才不到10% 不到一成對不對 所以呢 像太子復這個案子 我跟你講第一期的時候 開三字頭 三十柱頭 第二期三十五 然後到第三期的時候 開四字頭啦 高鐵青浦居然比桃園市還貴 你知道嗎 沒天了 而且喔 這個建商是老牌建商啊 我覺得建商 有社會的上市公司嘛 有社會怎麼會放任代銷公司 去玩買賣紅單 買空賣空耶 就是單子這樣炒炒炒 很出息他就上車啊 對嘛 所以 投資客就是粉絲團去炒 炒高上 我跟你講第一期三字頭 然後三十五四字頭 來 實在是沒有社會責任 我覺得建商上市公司 一定要有社會責任 不要放任投資客去炒樓 剛剛啊 社長Cue到了一個重點 欸 這個建案成幾何時 得得了三年而已啊 2013那個高點 榮景 紅單滿天飛啊 這個這個蔡總 聽起來 我們看喔 這個網友最後一句話 就倒進了一些的這個 原來的理由啦 他說什麼呢 各位買親譜 現在都是住套房嗎 打個問號 對 不用打問號 肯定 驚嘆號啦 其實喔 這個案子啊 非常有名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證明單 就是紅單 是 紅單 當時紅單啊 他是2012年年底的時候 很多投資客啊 紅單就進來了 那這個建商啊 跟這個代銷 當然他們表面上 吼認紅單啊 但是我們一看這一個 本人 這個名字就不講 成購太子戶二期 什麼什麼 以戶 102年 就怎麼樣 起銷預約 收到這家建設公司 退還的原定金 新台幣 10萬元 喔 這一張是退紅單的證明 我好不容易搶到的紅單 怎麼又退我紅單呢 我告訴你 2012開放 紅單一堆 對 結果很多樂樂 很多人上搶啊 大投資客 小投資客大家都搶 結果到隔年醫藥院的時候 就出來跟你講 沒有齁 我們現在齁 這個已經取消掉 你只有兩個選擇 什麼選擇 第一個 你的紅單還是有 但是請你買他戶 其他的 哪有這樣子的 欸 牌子耶 黑字耶 要不然 退錢給你嘛 他橫數不賣這一戶 因為你買的這一戶 是員工的保留戶啊 那現在不行啊 你起家我給你買 你高興都來不及 你還退我定啊 這就是亂象 這個就是我們公平交易委員會 以後要針對這個黃市 紅單的這個亂象來去糾正 為什麼 其實黃市在多走的時候 會形成什麼現象 什麼現象 大投資客吃小投資客 我現在經濟好 我為什麼要賣給你 我為什麼賣美形象給你 我都退錢啊 我十萬塊退給你啊 要不然你就給我買別的戶啊 所以蔡總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那個問題是大家的問題 欸 你起家我給你買 你開心就不會負 你退我單 原來後面有人出比你高的價錢 對 那這樣就會形成怎麼樣 一個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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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高嘛 對 啊這樣一個熱絡的情況 喔當然呢 經常接應啊 航空城啊 但是 我問你 這是不是製造一個假象 製造一個假象嘛 推高了這個房價嘛 然後呢 就有一些不明離 不明這個原有的人進去追高 然後就形成剛才那個網友環運的 哇 現在怎麼樣 套勞 欸 你看 大大幾年而已 2012年2013年房價 要飆到最高點那個三邊的時候 出現這個亂象 好 那現在呢 你房子變成什麼樣子 蔡總要從這一則廣告給我們說進去 喔 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 你看這個slogan 758萬買房 真有那麼輕鬆 看了758萬很多小資男人 眼睛都亮起來了 快啦 立刻嘛 758 以前房子動輒幾千萬 現在758萬可以買房吧 我要告訴你喔 假如是在多頭話 我贊成 為什麼 警衣啊 穿過去 對 你就贏了 欸 現在房子是在盤整喔 是 你要自己的財務喔 做好一些規劃喔 我們來算給大家聽喔 我們不要買太大的坪數 25坪 三黃 什麼車位另購 你看喔 我們打85折 我也沒有打8折 85折 644萬 但是你總是要有車嘛 120萬 所以總價是764萬 764萬當中啊 你三成自備款 對 所以總共是229 欸 你以為只有229 我就住房子啊 不是這樣嗎 欸 你還要代書費啊 15萬啊 家電你不要35幾萬嗎 簡單的裝潢 50萬嗎 買個日用品 5萬嗎 搬家費1萬多啊 總共你是連同這一些的 要搬進去 支配款是要335萬 所以我們都覺得說 喔 房屋總價格乘0.3 我這個門檻跨得過 我就要搬新加 不太簡單 規費啦 一些家電搬家費用 零零種種 欸 335 我覺得我們製作單位 做這一張表示說 讓很多想買黃 養圓們的小資難力的話 其實要更理智的 你還要花這些 再過來 你要黃貸啊 後面才是重頭戲 對啊 這是一輩子啊 這可能是20年啊 你黃貸的話 那我們現在以齁 這個 你代期成是535萬嘛 對 那你20年2.4%的利率 喔 也不少欸 2萬8欸 2萬8你還有管理費嘛 對不對 清潔費嘛 什麼水電費嘛 總共我們幫你算出來 要30715塊 哇 問題來了 你今天夫妻腳啊 薪水一個月有10萬 我覺得你可以 你假如啊 夫妻的薪水只有6萬 一半都要落下去 落下去之後 你就OK了嗎 你要不要養小孩 要 對不對 你有沒有偶然要 犒賞自己出國旅遊一下 要 對不對 這樣再算下 你在黃氏的空頭裡面 看到758 這個數字 叮 就跳進去 是不是 你自己的金粱要蹭一蹭 欸 不過我們說實在說 房價這麼高的時候 你看到758 輕鬆住三房 欸 你想說你就欺負一下 你就很想奔赴過去 到底有沒有這麼輕鬆 蔡總剛猜給我們看 輕不輕鬆 看人家大啦 說不定對一些小資族 剛剛結婚的 附近要講 欸 牌子也怎麼比不穿呢 來 實惠告訴我們 這樣的758 買三房 類似這樣的廣告 看起來很輕鬆 背後還有藏著 什麼樣我們看不到的一些算計啊 如果你真的只看了價格去買房子 我告訴你 你死定 為什麼 假設你今天在桃園工作 結果你看到 戲子有758 你要買在戲子 然後在桃園工作嗎 然後人在看價格 你當然是看地點在哪裡啊 房子怎麼樣 產品格局怎麼樣啊 我們所教的所有的東西 在教你如何去買一間適合你的房子 但從來沒有教你說 因為是758 你就買 不管它是一坪多少錢 算起來單價25還是30 地點不對 房價就不對 欸 758三房 這 combine起來 就很誘人啊 我也看過758三房 旁邊是個高壓電塔 你要住嗎 不要 對啊 所以不是價格的問題 而是房子本身問題 然後建商有問題 你說是預售屋對不對 哇 那萬一建商停建怎麼辦 高雄有豪宅個案 就已經停建 那如果你買下去 哇 我的建商 我們之前講過 中和是那種 蓋了六年不家屋的啊 你買這種房子要幹什麼 來 四位 這張喔 這個要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這張不是憑空飛過來喔 這個不是說 是在什麼樣的偏鄉地方 這個是網友說 他們在台北街道的一張廣告 換言之 這一定就是在雙北地區喔 誰說的 誰跟你講是雙北地區 我有看過的是 在台北賣基隆的房子啊 如果基隆的房子 七五八萬跟你住三房 很多人也會考慮啊 基隆一坪十萬 我還找得到房子 你七五八 對不對 三百萬這樣買到三房 你為什麼要七五八呢 好 那我來問一下蔡律師 這個有什麼 還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其實喔 我們常常拿那個買房 跟買車來比較啊 現在有人說買房子 比買車還便宜 為什麼 比如說兩個夫妻收入有十萬塊 我覺得每個月拿個三分之一 三萬塊來養房子 這個是沒有錯的 那你現在養什麼 養房子養車 以後要養小孩 我覺得這個順序就很重要 我覺得先把那個車位拿掉 為什麼 因為你買一台車你要保養 你要照顧 車子還會折舊啊 每個月還要付那個車子的停車費 油錢等等 那我覺得說 你應該去找到一個 比如說捷運站附近的 那現在這個市場已經剛好不好 所以你的沙價要多一點 人家附近就貴了 大家也想在捷運旁邊 當然當然 就是說如果你找到那個 但這個價格啊 如果你今天又自己開車 我覺得划不來 這個除了價格位置 還是生活機能的部分 如果你每天是通車上班的 就不用養那個車 不然以後不得了啊 你的薪水要去付房貸 又要被那個車子消磨 那真的以後就養不起小孩了 所以我覺得說 你先去買這個房子是可以的 如果你經濟能允許的話 但是重點是說 要找生活機能好的地方 不然你這個原則性的 對 不然你這個原則性 都購我們購在好地段 然後購生活機能 大家也想要多少 不過我的預算 我八千就是這樣而已 在台北 大家都幾雙雙雙雙 像蔡總統 蓋不蓋都幾千萬 其實趁這個時候 就是房價下跌的時候 前一陣子不是有那個股災嗎 那假如今天有些人 投資房子又投資股市 搞不好得去賣房 補那個股市的缺口啊 你剛好去撿人家丟出來的房 對對對 你今天都不去看都沒有機會 常常去看做功課 就會有這個好的機會 好啦 看看財神 也會不會在我們頭頂商 來給我們一個 丟個好運下來 但是我們帶大家來看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房子 大家都在等 等看看你投資客丟貨也好 建商賣房子也好 有沒有給我一個有感降價